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苗 今天立法院正式刪讀通過了反勝透法 引起了相當多人的討論 不過我想任何法律的討論 其實應該都要從具體的條文來談 所以我們今天要為大家來講一下 到底反勝透法是什麼 其實反勝透法它最重要的宗旨 就是要防止對台灣有敵意的境外敵對勢力 透過我們的民主來侵蝕,來傷害我們的民主 所以在這部反勝透法裡面 它總共設定了一個前提跟五個行為 所謂的一個前提就是 所有要被處罰的事情都必須符合一個共同的前提 就是接受境外敵對勢力的指示、資助或是委託 假設說你做的事情不是被境外敵對勢力指示、資助或委託 你沒有符合這個前提的話 那你就不是這個反勝透法要規範的對象 而所謂的五個行為包括哪五個行為呢 首先第一個行為是違法捐贈政治獻金 第二個行為是受到境外敵對勢力的指示、資助或委託 去為特定的人是助選 第三個行為是去針對這個政府機關、政府官員或是民意代表去做遊說 第四種行為是指暴力、資助、防害集會遊行 第五種行為是指防害選舉、防害公投 以上這五種行為如果你有做 而且你是受到境外敵對勢力的指示、資助或是委託來做的話 才會落入這個反勝透法要管理的範圍裡面 所以我們在這裡也做了一個很樸素、很簡單的表格 我相信國中生都可以看得懂 我們把情況分成四個類別 首先第一個分類是你有收中共的錢或者是沒有收中共的錢 第二個分類法是你有從事我們剛剛所講的五大行為其中之一 還有你並沒有從事這五大行為其中之一 那反勝透法規範的範圍只有包括你收了境外敵對勢力的錢 或是你接受他的指示或是委託 同時你也做了剛才的五大行為其中之一 來防害、來干擾台灣的民主選舉 這個時候你才會落入反勝透法要管理的對象 那假設說你拿了中共的錢 但是你沒有去做這五大行為 比如說像是我們的台商朋友可能會接受中共的一些補助 或者是說台灣的學生領了中國學術單位的獎學金 你拿了錢但是你沒有去做干擾台灣的選舉 你沒有去違法的政治獻金 沒有去違法的遊說 你沒有去這個暴力、妨害干擾集會遊行 你沒有妨礙選舉 你沒有去為中共指示的特定人助選的話 那當然這個事情並沒有違反反勝透法 那另外一個情況就是你沒有拿中共的錢 但是你去做了上述的這五大行為 這五大行為呢 第一個就是假設你發表了為某些人助選的言論 那那是你的言論自由啊 並不是反勝透法要管理的對象 那假設呢 你沒有拿中共的錢 但是你違法的去捐贈了政治獻金 或者是說呢 你暴力妨礙去支持 妨礙集會遊行 那那就是其他法律要處理的範圍 也並不是這個反勝透法要處理的 那假設你又沒有拿中共的錢 沒有接受中共的指示 而且你又沒有做這五大行為的話 那你更不會受到這個反勝透法的影響 所以這一部反勝透法 大家不要戴著這個顏色的眼鏡去看它 說這個是這個綠營要立的法律 或是對藍營要立的法律 其實這個反勝透法很簡單 它的宗旨呢 就是希望能夠保護台灣的民主跟自由的環境 讓我們每一次的選舉呢 都是公平公正乾淨 不要受到境外敵對勢力 不要受到中共的資金來介入干預來影響 讓台灣的民主可以多元的 所以呢 這個坊間現在有很多啊 這個不是根據具體條文討論的說法 引起了很多人的憂慮跟緊張 那經過我們以上的說明之後 希望你可以了解 如果說沒有收中共的錢 你也沒有從事這個五大行為的人的話 其實你根本不需要因為反勝透法而擔心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說明 請把這部影片呢 傳給你身邊還不了解反勝透法 或是對反勝透法有誤解的朋友 一起讓台灣的民主環境變得更健康